今天是新日革命100周年紀念 最近在歷史博物館看了相關的展覽 又看了出有關香港基督徒參與革命的舞台劇邪魯王花 重溫了有關楊麒運和道濟會堂的歷史 在推翻腐敗的滿清革命上 無論是國父孫中山和不少烈士和開國緣分 其實都是基督徒 而香港的教會和基督徒 因為香港的獨特地位在革命事業上 也扮演了積極的角色 香港基督徒對國家和社會的關懷 其實有很悠久和深遠的歷史 政教對大家來說本來不是完全分割 而基督徒對社會的關懷層面也非常廣闊 包括針對最基本的育身需要 譬如醫療、扶貧 也針對文化層面 譬如反對前觸和妹仔制度 甚至在政治層面上 頭身推翻滿清革命 而要推動上述的工作 教育、出版和實際行動 都不能缺少 可惜的是由於方派的一些傳統 過分傾側在靈魂得救 障眼在永生而輕視了肉身和現實的世界 以及國內政教不分的負面經驗影響 因此教會對政治都敬而遠之 令基督徒關心政治的傳統 成為了明日王法 當然在今天的中國和香港 相信沒有多少人覺得需要流血的革命 但在民主、人權和自由方面 仍然有很多可以改進的空間 人民的素質仍然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社會上仍然有很多弱勢的社群需要關心 教會和基督徒其實責無旁貸 基督徒需要走的是一條窄路 其實也是一條斜路 既不隨波逐流 亦有形難而上的勇氣和堅持 教會從來不應該關門只顧內部問題 作炎作光 並非追求自我感覺良好 也要關心我們的輪舍 或者在新心靈各方面的全人需要 最近台灣的教育界面對重大挑戰 因為同性戀教育已經上入了當地的正規課程 並且計劃今年8月 在小學和初中的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中推行 西方激進的同性戀教育已經影響了亞洲 2004年台灣頒布《性別平等教育法》 本來的目的就是為了促進性別平等 消除性別歧視和偏見 但後來靜悄悄把性傾向立在 與性別平等相關的事宜中 變相不需要就性傾向歧視立法 已經達到類似的果效 之後就計劃強迫老師從小學開始 推行一定要認同同性戀的教育 包括在小學中教授多元性傾向 引導學生接立同性婚姻和同性領養 這些具爭議性的觀念 雖然教材用平等做包裝 但除了一面倒支持同性戀運動之外 還包括一些宣揚多元性愛 甚至鼓勵學生嘗試同性性行為的內容 在台灣引起了家長和教育界很大的反響 被立法院叫停要求重新討論有關的課程內容 其實在香港都有類似的情況 一些同意團體所舉辦的活動 例如遊行 喜歡用平等和反歧視做包裝 但裏面宣揚的往往是多元性行為 以及有關同性戀的不盡不實的資料 加上老師和同學一定要小心分辨 大家不應該歧視同性戀者 但也不應該被一些同運團體誤導 以為同性戀已經被證實是天生 和人不能改變 並禁止其他人反對具有逆向歧視效果的 所謂性傾向歧視條例